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魔术 魔术师从气球中吸了一种特别的气体 然后声音突然变得跟糖尿压一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听见的声音都是在空气中传递的声波 在解答为什么会变声的问题之前 让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波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波 比如神波、声波、水波 波可以分为两种 以堂皇说明一种叫横波 这种波的振动方向和波的传递方向垂直 比如神波 第二种叫纵波 振动方向和波的传递方向平行 例如声波 当然也有混合波 比如水波 振动方向有平行也有垂直 里面的水分子在原地做圆周运动 在板块交界处的台湾 一年到头常常发生大小地震 你有没有想过 科学家是怎么透过地面上的观测仪器 得知地震的发生位置及深度呢? 板块活动会产生能量 以波的形式传递出去 使得附近地层规律震荡 就称为地震 会在地层中传递的地震波分为两种 批波和S波 其中批波是一种纵波 批波的传播来自于震源 在传播方向上施加压力 S波是一种横波 由岩层之间的减粒所产生 行进速度比批波慢 由于批波和S波的行进速度不同 科学家可以根据量测到 批波和S波的时间 去计算震源与测站间的距离 若有三个以上的测站 就可以精准回推正圆位置 想考考你一个问题 当我们仔细观察弹簧 会发现 弹簧本身并不跟着波传递 只是在原地震荡 真正传递出去的是能量 当我们用力振动弹簧 施加给弹簧的能量 就随着波传递出去 如果是一维的波 在能量没有耗散的情况下 单位面积通过的能量 并不会随着传递距离增加而改变 但是二维或更高维的波 比如我们丢一颗石头在水里 波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出去 因为一次震荡的波 所携带的能量是固定的 当波传递的越远 能量就要分给更大的面积 波的振幅变得渐渐不明显 甚至消失了 仔细观察一个横波的结构 震荡到最高的点称为波峰 最低点称为波谷 如果是纵波 物质密度最高的地方为波峰 密度最低的地方为波谷 当我们震荡产生波 会发现每次震荡所产生的波形 都是一样的 随时间传递出去 因此可以定义一次震荡 所传递的距离为波长 那我们要如何知道波传的多快呢? 观察这个绳波 我们可以量测每秒有多少波 通过这个平面称之为频率 并且量测每个波的波长 最简单的量测方式 是量测由波峰到波峰 或是波谷到波谷的距离 把频率和波长相乘之后 就是每秒波可以跑的距离 也就是波速 要如何增加波传递的速度呢? 当我们快速的震荡波 频率变大了 但波长变短 波传递的速度仍保持不变 但是当我们把弹簧拉紧 波的传递速度果真变快了 放松弹簧时 波又回到原本的速度 由此可见 波只跟介质的性质有关 与频率波长皆无关 不过不是每一种波 都需要透过介质传递 比如光波和重力波 需要介质的称为力学波 不需要的称为非力学波 那既然它们不需要介质 那波速又是多少呢? 其实它们传递的速度 并非无限大 而是自然界中 可以存在的最快速度 光速是3乘10的8次方公尺每秒 也就是一秒可以绕地球7.5圈 是不是很快呢?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魔术师 吸了一口特别的气体 就变生了呢? 其实气球里面装的 不是一般的空气 而是氦气 由氮气和氧气 所组成的一般空气中 而声波的传递速度 为每秒340公尺 如果在氦气中 声波的传递的速度 可达每秒900公尺 由于声波 由多种频率的声波所组成 声波由声带产生之后 声波中一些特定的频率的振幅 会在口腔中产生共鸣而放大 因为氦气的声波传递速度快 所有频率所对应到的声波波长都会变长 由于口腔的大小不变 会被放大的频率比一般空气来得高 因此说话的声音就变得跟糖老鸭一样了 今天我们学习到 波依照震动的方向 可以分为横波与纵波 波是传递能量而非介质 波速等于频率乘以波长 波速只与介质的性质有关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下雨打雷的时候 都是先看到闪电 才听到轰隆隆的雷声 原因就是光波和声波的波速不同 如果两者间隔时间越近 表示这个闪电离我们越近 就要拔腿就逃了 假设光速是三乘十的八次方公尺每秒 声速则为每秒三百四十公尺 在整个传递过程中速度都维持固定 如果我们看到闪电之后五秒才听到雷声 请问这个闪电离我们多远呢 你算对了吗 答案是一千七百公尺 解法如下 今天又学到了不少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